古人呢 他发育比较早 或者说呀 这古人认为自己发育的都比较早 所以说早早早早的 这俄夫就有了世纪 哥他们那会儿的话说呀 就同房格格 所以呀 才有了这么两个啊 猴了大的庶出儿子 你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昨天啊 咱们简单的捋了一下 这墨西蒙古准个尔布啊 和这个大清国的恩怨情仇 其实这准个尔布啊 他一直就是这草原上的好战分子 他可不光是跟着大清国找事 您记得那个差点把这个大明朝 亡国灭了种的蒙古瓦剌部吗 这准个尔布啊 他就是这瓦剌部的一个分支 这仗啊 是从康熙朝一直打到了乾隆朝 到了乾隆刚一登基的时候 这会儿啊 这准个尔布现在的头人侧灵啊 他憋出了一个主意 实际上啊 当时的这个准个尔布 他生活在哪呢 他生活在这个天山以北 阿尔泰山以西 按现在的话说呀 他的江界 往西往北 已经深入到其他国家了 往北的牧场啊 已经涉及到了 厄尔齐斯河 和这个俄碧河 还有这个叶尼赛河 我们都知道啊 这些都是现在俄罗斯的领土 这往西啊 顺着伊犁河往上 已经进入到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地界 他们呀是个游牧韩国 不能准确的说首都在哪 不过呢 他们这个中央聚集地呀 就是现在的伊犁 从康熙朝开始 到了乾隆朝 多年的这个战争 使这个准硬尔韩国呀 和大清国都疲累不堪 于是到了雍正十年 哎 这两方啊 开始坐下来和谈 定下的这个边界呢 就是以这个天山和阿尔泰山为界 天山以北 阿尔泰山以西 都是你这个准硬尔韩国的牧场 天山以南呢 属新疆回部 阿尔泰山以东 那是这个归顺了大清的 卡尔喀布蒙古的牧场 并且的中央政府啊 也就是大清朝廷 在这个阿尔泰山 以及天山一线呢 还设立了不少的互事 这些个互事啊 就是针对于准硬尔韩国 哎 让这个双方互通有无 实际上这个互事啊 哎 对这个其他少数民族 以及这个卡尔喀布蒙古啊 倒还不算什么 主要呢 是有利于这准硬尔韩国 咱们在这说出聊天啊 并不是要去贬低谁 不过这草原上的准硬尔韩国 蒙古啊 他确实有他的劣势 首先说呀 他的头人们 禁不住窜的 只要外翻 尤其是那个野心勃勃的俄罗斯啊 还有一些西亚的韩国 他们的头人呢 一旦资助了这个准硬尔盟国 哎 他们就会啊 向东向南 西扰大清 并且啊 这韩国的牧民呢 至今为止啊 也不能掌握这个 基本的手工业技能 哎 也就是说呀 他们连锅自己都做不了 所以说呢 饶儿吧 天天呢 这个西扰 钦帆大清 哎 他们的生活基本用品呢 还得指大清 如果没有清朝啊 在边境上开的这些护士 那他们的这个生活来源呢 就很困难 除了走私之外啊 就只有靠抢夺 要说呀 在这个雍正年 边界划定好 护士也开了 你就踏实的过你的日子 双方啊 互不西扰 也就完了 不去 这会儿啊 准个二部的投人侧灵 他觉得这个老皇上 雍正驾崩了 新皇上 这乾隆啊 年纪又不大 于是呢 就派出了使者 要好好的啊 在这个新皇上身上啊 占点便宜 咔着点油水下来 这使者呀 投来北京之前啊 这大韩侧灵 先召见了他 跟他呀 定下了两条计策 这第一条啊 是谈判的主攻方向 如果这主攻不行啊 再采用第二条 具体是什么呀 咱们书里一会儿就会交代 于是这使者呀 就封过了天山 滴滴滴的跑到了北京城 带着这国书啊 就起见了 这大皇帝乾隆 这使者见到乾隆以后啊 大言不惭的说 说皇帝你看啊 在这个天山以南啊 和这个二太山以北 有一片牧场啊 自古就属于我们韩国的 你看啊 你现在的小弟 这个卡尔康蒙博 现在呀 就把这块牧场给占了 我们觉得大皇帝 你呀 得主持公道 哎 你的小弟 你来管 你得让他们呀 把这块啊 牧场退给我们 这乾隆皇帝听了此话呀 哎 也没说行 也没说不行 示意这个使者呀 接着往下说 哎 这使者一看呢 呦 有吸引啊 于是啊 就清了清嗓子 继续大着胆子往下说 他说 再有你看我国呀 逐渐强大 哎 这点原来的牧场已经不够实了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天山以东啊 和这个二泰山以南 这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啊 哎 都应该让我们放牧 毕竟这草原上啊 他也没有明确的拿着这个尺子画笔啊 画出来的边界 我们蒙古人认为啊 只要长草的地方 能游牧的地方 哎 就得去游牧 草场大家一起用 这才是我们呀 蒙古人的规矩 乾隆听了以后啊 微微一笑 说你看啊 你们这个准改尔韩国呀 离我这个京师实在是太远了 不过呢 我也可以明着告诉你 为了防范你准改尔部啊 天朝在青海以及西安呢 有大量的八旗驻军 并且呀 我也不怕告诉你 受你们欺负的卡尔康蒙古 以及天山以南的回步 早就向中央政府啊 启奏过了干脆就三方联合 把你们这个准改尔部啊 就灭了也就算了 这大清国朝廷 摘其人后 认为这个兵者呀 是国家大士 动起刀兵来 肯定对当地的黎民百姓啊 是有所损害 有所伤害的 并且我也不用瞒你们 这准改尔韩国呀 实在是太远了 我们劳师动重的去打你 还是你劳师动重的来打中原上朝 我们绝对呢 都是得不偿失 所以呢 这个先皇帝才和你们准改尔韩国呀 签订了和平条约 并且在边境建立了护士 这些护士啊 对当地的汉人 卡尔康蒙古 以及这个新疆回步 实际上呢 所带来的利益并不是很大 大部分利益呀 都在你们这个准改尔部 边界呀 是再早就画好了的 在这个雍正年在谈判桌上 已经交代的很清楚了 所以说这边境啊 按照这个雍正年划定好的早 寸土不能让 你要说反 那你就反 哎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大清国呀 也不会劳师动重的派兵去打你 把护士一撤 你们呀 连吃饭的粥碗 做饭的粥锅 哎 都没有了 你们呀 瞧着吧 这些话说完以后啊 这使者心中啊 倒是早有预料 其一呢 是乾隆皇帝监境的一面 这个边境是早就画定好了的 所以说呀 哎 不能变 其次呢 他也看出这朝廷啊 有怀上的一面 他看出这乾隆皇帝 是不想在这准改尔部用武的 于是这么一来呀 哎 虽然这个便宜没占到 但是也没激化出战争 咱们在这儿啊 得画个括号交代一句 其实这乾隆皇帝心里 这活大了 是听说 这准改尔部派来使臣 交涉这个操场 以及领土问题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心里 就已经下了决心 策灵啊策灵 你等着我的 等我呀 这朝廷皇位坐稳之后 对你这准改尔部啊 就不是动物那么简单了 我要让你们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王国 灭种 这乾隆皇帝是这么想的 后来也是这么做的 您现在再找这准改尔 韩国呀 哎 没有了 这准改尔部蒙古啊 就像这个党像 契丹一样 哎 在这个地球上啊 消失了 只存在于这个历史书当中 刚才啊 咱不是交代了吗 在这个使者头进京之前呢 和大头目测灵 就已经商量了两条计策 这第一条啊 占便宜的计策不成功 那自然第二条计策就要实施了 那这第二条计策是什么呢 他们呀 要在这京城秘密的会见一个人 会见的是个什么人呢 是个蒙古人 错了 这个蒙古人的名字呀 和他们的大头目测灵的名字一样 他也叫测灵 只不过呀 信不一样 也来自于不同的蒙古 他们大汗的全名呢 叫什么呀 他们大汗的全名啊 叫绰罗斯策灵 平时啊 我们呢 就以他这个国号啊 带了他的信了 谁让他是大汗 谁让他是头人呢 所以啊 多数的时候 我们称呼他为准盖尔策灵 那这个策灵呢 首先说呀 这策灵两个字 其中的灵字啊 就和那个策灵不一样 这准盖尔策灵的灵字啊 翻译过来啊 他写作这个灵起点的灵 这位策灵的灵呢 是冰灵的灵 咱们汉人呢 阴同字不同 那就是意思不一样 可是到了这个外族翻译过来的 阴同字不同啊 那用人家本民族的语言啊 念起来这发音 肯定也是不一样 那说了半天 这位策灵他到底是谁呀 这位策灵啊 就是雍正皇帝的妹夫 康熙皇帝的女婿 大清朝皇家的俄妇 伯尔吉奇特策灵 人家呀 正经是卡尔卡蒙古 也就是在康熙年的时候啊 这准改二部 进攻卡尔卡蒙古 这卡尔卡蒙古 三步不敌啊 所以呀 才南下寻求 这个清王朝的庇护 这策灵家族啊 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才归吹的清朝政府 而当年的策灵啊 正值少年 于是啊 受到了康熙皇帝的赏识 就准入内庭教养 并且呀 越看越喜欢 就招围了姑爷 成为了这个大清朝的呀 俄妇 说起来呀 这俄妇策灵 在这卡尔卡蒙古啊 家族地位并不是很显赫 只因为呀 有本职 有好学 这小伙子 人模式长得又好 做了这个大清朝的俄妇啊 对这个大清朝 又是忠心耿耿 这俄妇啊 没有野心 人家不回这蒙古草原居住 常年的住在北京 可是咱们书中按表啊 这并不是 这大清朝的朝廷 康熙皇帝 这老丈人 雍正皇帝 这大舅哥 把人这个策灵俄妇啊 扣在了这个京城 作为人质 实际上呢 只是啊 这公主离不开京城 俄妇离不开公主 人家两口子呀 秘里调油 感情就是那么的好 实际上 这也是明摆着的 这个俄妇啊 他并不是卡尔卡蒙古的 真正的当权贵族 这大清朝廷啊 扣下这么个人 当人质啊 他讲不出理由 并且啊 自这个康熙年开始 到雍正年 这俄妇几次三番的 随着这个八旗部队 带领着卡尔卡蒙古的骑兵啊 几张准盖尔部 准盖尔的大汗呢 恨他恨的 牙根子巴掌长 并且设计 俄复了这个 俄妇侧灵的两个儿子 那有人说 那不就是康熙皇帝的外孙子吗 还真不是 是这个俄夫侧灵啊 和这个其他的小妾所生 那有人说 你这又对不上仗了 不是这个从小的俄夫侧灵 就幻养在宫中 和这个宫中的这皇子 阿哥们一同学习 怎么 他还有这小妾 先于这个公主生孩子呢 这要是一班二班的说书的 这点就拉空了 我是谁呀 这个学徒我呀 十六八搞 是使劲的往下刨 我呀 还就给您刨出了真相 到了这个乾隆年间呀 实际上这俄夫侧灵啊 他已然是故伦俄夫了 不过呀 他和这公主成亲的时候啊 这公主啊 是和硕公主的封号 是和硕纯雀公主 咱们都知道啊 这个皇后所生为嫡女 那都是故伦公主 这个嫔妃所生啊 为这个庶出公主 都叫做和硕公主 纯雀公主啊 是这康熙皇帝的第十女 她的妈妈呀 是这个通贫乌拉纳拉氏 这圣母啊 是后宫主位的最低一党 只是个贫 所以说呀 她是和硕公主 那后来怎么成故伦了呢 这个绝为晋升啊 和这公主本人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是这个和硕俄妇啊 一点一点的军功正来的 后来呀 因为这个俄妇军功过高 所以才把她的媳妇和硕公主啊 晋升为了故龙公主 这在友情一代啊 是唯一的一例 那么为什么幼年就和这个公主定亲 这俄妇哪来的两个庶出的大儿子呀 哎 这个问题啊 她又来了 因为这个纯雀公主啊 生来身体就不好 所以呀 就等到的这公主啊 二十二岁的时候 才给这两个人完婚 古人呢 她发育比较早 或者说呀 这古人认为自己发育的都比较早 所以说枣子巴巴的 这俄妇就有了世纪 哥他们那会儿的话说呀 就同房格格 所以呀 才有了这么两个啊 猴了大的庶出儿子 说是要拜访这个侧灵俄妇啊 可不能明面来 只能啊 拖拖摸摸的 在这么一个呀 月黑风高的夜里 这准着二部的使者 就来到了俄妇侧灵的公主府 敲开门之后啊 是新帝里单啊 在地鸣铁 进了这俄妇府之后啊 他们可就见到了这侧灵俄妇 这使者呀 见到俄妇之后啊 就阴阳怪气的说 因为呀 他觉得自己有谈判的资本 这你的两个儿子 在我手里攥着呢吗 这使者说 这俄妇啊 他家在草原 为何身在京城啊 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这大清皇帝 他不愿意让你回家呀 哎 这意思就是说呀 你是不是让人大清朝 拿了当了 人质了呀 这俄妇说 这我呀身为这大清国的臣子 身为呀 这个大清国的俄妇 那自然是这个主 在哪里 我这臣下自然就在哪里了 作为这个公主的丈夫啊 那也自然是公主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了 这听了这俄妇 不软不硬的这几句话呀 这使者就说 道歧一口凉气 哼 有你的 这使者呀 于是接着又说 说您看呢 您现在两个儿子在我国 您有没有什么话让我烧给他们呀 您要是想见他们呀 我也可以安排 让您这个父子相见 这俄妇端起茶来 翻了翻眼皮 看了看这个使者 说呀 我呀和这个公主感情很深 我认为呀 只有这个公主和我生下的孩子 才是我的儿子 其他的 我早就忘了 你呀 还别拿这种话威胁我 哎 既然他人在你国呀 悉听一遍 有人说这俄妇怎么这么绝情啊 那不是把这个自己的儿子 往刀口上推吗 哎 实际不然哪 这俄妇越是这样说 这两个儿子在这个准感耳波 他就越安全 你要是显示出十分惦念呢 不但会被他们利用 而且呀 一旦谈不成功 还会给这儿子招来杀身之祸 这使者听到此处 我心啊 算是彻底凉了 哎 这两个祭祀呀 一个也没好使 于是只能夹着尾巴 灰溜溜的回到了草原 回复他们大汗 嘎尔丹策灵 这就是啊 这乾隆皇帝用自己的机智聪颖和高瞻远瞩 再加上这个俄赋灵的中军报国 还换来了呀 这大清国西北短暂的和平 哎 这不战则屈人之兵啊 那自然是好事 可是啊 这边疆不会永远啊 这样安宁下去 自此啊 就拉开了 这大清乾隆皇帝的实权 武功之战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呀 明儿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